爱兴觉罗玉瞻是清朝最后一位宫亲王 乃末代皇帝溥仪宗旨 宫亲王溥伟之子 爱兴觉罗玉瞻在14岁时 被带入满洲国皇宫的私塾读书 开始了与溥仪共处20年的特殊经历 1945年他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 后被一同遣送回中国 在福顺战犯管理所坐牢 1957年后 先在京郊某农场务农 文革期间被送至东北强制劳动 直至四人帮倒台才回京 到了2016年才去世 话说溥仪与爱兴觉罗玉瞻是殊之关系 但是溥仪根本就没把玉瞻这个侄子放在心里 在溥仪眼中他只是臣子奴才 溥仪认为自己是主宰世界的人 是天下万人之尊 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奴才 甚至连他的皇后也不过如此 所以爱心觉罗玉瞻 在溥仪纳受了不少苦头 当年溥仪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 在长春办了个私塾 而玉瞻则是当时的学生之一 溥仪还亲自给他们一一上课 第一课上的便是雍正的彭党论 溥仪提醒这群学生 彭党论不能白学 要用实际行动表示对他的忠诚 其次 据爱心觉罗玉瞻回忆 溥仪喜怒无常加息坠冤 在他身边的要处处小心 有一次溥仪感冒导致头痛 要避风 玉瞻在一旁看爆 分至另外一夜时就能让他龙眼大怒 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 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 是想要我快点死吗 玉瞻一时吓得手足无措 只能立马跪地求饶 当时的玉瞻 只不过是溥仪任意宰割的奴才而已 爱心觉罗玉瞻在讲述这段经历时 他坦言 过去的岁月 让我失去了荣华宝贵 失去了显赫的地位 但我并不觉得可惜 他反而应该是我生活中的一大财富 我把他总结为自己的富裕之声 做了溥仪二十多年的奴才 爱心觉罗玉瞻面对生活 还是充满希望和热情 2016年玉瞻逝世 他成了大清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公亲王